董宇辉系列小作文 藏心底的南南地域 时光疏忽而过 又是一年清灭时期 长大后的我们不远 驱车百里 寻着甜言小路 春雨浸润 空气潮湿的午后 带着自己的孩子 完成精神上的寻根之理 和记忆中一样 周围桑树嫩绿萌芽 不远处油彩花 鲜亮盛放 多年后我们终于理解了那句话 只要我们不曾忘记 那些逝去的人 其实没有真正离开 他们只是化作变山野花 或是漫天繁星 祝福你 陪伴你 清明前后 种瓜种豆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是关于清明 我记住的另一句话 滚瓜烂熟 深刻在心 这是农耕民族 沿袭千年 对不务农时的提醒 万物蒙发时 将一颗种子埋在地下 暑热秋凉时期 便成为丰富餐桌 点缀生活的惊喜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必不可少的 除草 灌溉 施肥 等等 农业耕作 发于时令 公在勤勉 一要准时 二要吃苦 三要耐心 清明啊 既是节日 又是节气 既有追忆过去 也有播种未来 也许未来种一种 我们尚不可知 但 纪念永存 希望永存